平东县临边乡卫生所的退休护理师以及志工45人 26号来到花莲县政府进行参访的活动 县长徐真卫除了表示欢迎之外 同时也大力介绍花莲的好山好水 行销花莲的观光景点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游玩 平东临边卫生所退休护理师以及志工协会一行45人 在理事长阮金美的安排三天两夜花莲游 除了感谢花莲的好山好水之外 而且要特地前往参访花莲县政府 受到县长徐真卫的热情招待 并且期盼退休护理师以及志工的防疫 社会服务等经验分享 让花莲卫生福利政策更美好 我们的有机耕种面积全国最高 我们的这个道理也是全国耕种面积最高 所以我去年成立一个有机農业输进办公室 那我们的孩子也是每一周一苏食都吃有机 所以在这里真卫 感谢大家这个来了三天两夜 三天两夜来到花莲 我想可以看到这么好的地方 然后呼吸空气每一分每一秒都不用担心 都可以大口声呼吸 整动好硬气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当然我想我刚才秘书长已经讲了我们花莲县的 无论是教育 鼓励文化卫生 现在学生表示花莲市观光农业大县 以无烟冲产业为发展重点 有机耕作面积居全国之冠 也积极推动学校午餐采用有机食材 让全县师师们了解食农教育的重要性 也让学校午餐吃得更好 吃得更健康 也欢迎凭东乡亲能够踊跃采购 现在学生委不忘叮嘴每位老大人们 旅游当中仍需要注意保暖 疫情期间出入公共场所 也务必戴上口罩保护自己 常洗手 并且有效防毒肺炎的病毒 记住转眼 欢迎订阅